各位,今天一晚一刻之後,我的合掌瓜就變成這樣了 承拖,借了,因為昨晚零下兩度,不止兩下兩度,兩下三度 這個季節就完了,今天就不是跟大家說合掌瓜 因為季尾,很多事情都要將它準備回明年開春去發芽發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韭菜 韭菜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種的東西,和很粗生的東西 有兩個方法種,第一,用種子,第二,就是用韭菜頭 我不推薦他們的人用種子 為什麼種子種下去呢?一年我吃的,第二年才吃的 因為它就像草一樣,很細,很幼 如果用頭,你的朋友,那些有頭的那些 種開,就叫它腰一點,回來就自己插進去 當然就可以吃,插進去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何在冬季入冬的時候,將韭菜糊餅好 看看韭菜,凍了一晚之後,變成這樣了 我們首先要將它,將它貼著泥面,做乾淨 它,直接貼著泥面,切掉它 之後呢,切乾淨之後呢,要找一些好的泥 例如,你要買一些,買一些,這些,例如,就是買一些,刮乾淨 那些泥面,對不對,那麽 那麽,那麽,OK 那麽,一個,那麽 那麽,你把泥面,咬乾淨之後,那麽,那麽 那麽,將它整乾淨了,一地 那麽我現在這麽呢,就,用了很少地方了 這裏一路去到那裏,我想是四尺五尺五尺的地方 那其實已經很足夠了,我四個人已經是吃不完 你沒理由餐餐吃這些嘛 間中用來炒一下雞蛋 另外一個吃法是怎樣呢? 將它切碎,像炒雞蛋一樣切碎 然後呢,用雞湯滷下去 很美味的,又或者沒有雞湯,就打個蛋 煎香蛋之後,沾點水下去 然後煮韭菜,一滾就馬上收貨了 用來吃,很棒的 好了,這些韭菜 有很多人經常說,韭菜種下種下都不美 原因是怎樣呢?韭菜已經在三至五年之間 即是種了三至五年之間呢 你就要將它,挖出來 連根連一起挖出來之後呢 就將它分開 分開呢 因為你挖出來之後,你看到它就好像什麼呢? 好像那些蒜頭那樣,粒米粒米的樣子 那些頭都粒米粒米 好了,那你將它,找幾個漂亮的 即是你,好像現在這裡 一堆,一堆,一堆 下面有很多的頭 那很多的頭呢,你就會 拿出來之後呢,你就會選兩個或三個 叫做漂亮一點的 種下去 種之前是怎樣呢? 將根剪短一點,不要拿那麼長 因為它的根是很長的 那你剪,大約剩下一串串半之間 那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五緊要的 那,剪了之後呢? 那你就,將那些,啊啊啊啊啊啊 那些根那些,剪短之後呢 那你把根剪短之後呢 那你把根剪短下去 挖下去 挖下去 那最好之前呢 那你就,反正你挖出來 挖出來之後,就把地上反轉 反轉它之後呢 買些,啊啊,雞屎 我喜歡用雞屎 那你如果不喜歡 你可以買些牛屎啊 或者洋屎泥那些 將本身的泥呢 混合了它 混合了之後呢 就,將這些韭菜呢 那些頭呢 那些頭呢 剛才我之前說的頭呢 就,啊啊啊啊啊啊 整整整好那些根啊 各方面整好之後呢 那就 種回去 重點一種呢 就 每 四吋 不要說幾多寸呢 那拳頭 把拳頭 放到拳頭 去左右一棵 啊啊 就是這樣一棵 就大約是這樣 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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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種完之後呢 那你要怎樣呢 好了 因為 它一種了幾年之後呢 它那些頭呢 生下越生越多 那些頭呢 在同一個位置搶養分 變成它就不漂亮了 種出來不漂亮 而且 瘦呢 其實是不夠食物 那 所以呢 就要拆開它 分開它 還有呢 它的韭菜是一樣東西 它的根就很厲害的 它生下生下 就將韭菜的頭呢 那些根 將它的頭呢 向上頂 頂了上來的 變成就 整整一下 那些韭菜就不漂亮了 所以我們久不久 就要三幾年呢 將它藏回去 做乾淨 那些根就藏回去 那好像現在 我這個清乾淨之後 又怎樣呢 拿爆泥 韭菜呢 韭菜呢 要每一年呢 入冬之前 好像我這樣 整乾淨之後呢 就拿回泥 倒下去 然後呢 這樣將它蓋住 因為要加泥 蓋住它 蓋住它 但是蓋住它 蓋住它 蓋住它 一、兩尺 蓋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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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分钟 这些可以拿走它也可以 或者什么你可以放在床下面也可以 都是肥肥的 这样子之后,你保住它明明一开春就会飙出来了 飙出来了,你见到它飙出来 如果你不介意用化学肥的 你就淋些化学肥 买一只化学肥是怎样呢 你不需要去买那些 这只肥是给苹果用的 这只肥是给苹果用的 你就去买草肥 一样的,它用来耍草地的 你买个砂码,前面的砂码最大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谓最大的,有时它是29,10,15 总之前面的码码最大的 那你买了它,回来 你就拿,像这里那样的地方 你拿一堆,不断地耍,马上淋水 它就会弹得很快 但是,如果想着用化学肥不好 那你就用一些有机肥 有机肥,你可以去那些圆艺店 问它有没有淡肥 淡肥是阿摩尼 你可以买淡肥,回来这样淋下去 又或者你不怕骗的 用人尿,人尿最好的 发酵了之后都来淋,就最好了 那希望大家明年有好的韭菜吃 OK,拜拜